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跟着小编一起了解一下吧 要知道自古以来 灵芝就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药材 价格昂贵 据传说 灵芝对于很多病症都有效用 普通灵芝在市面上的价格也达到了五六百亿斤 因此在山村当中 就有很多人到山上寻找挖掘灵芝换取一些收入 维持家庭基本生活 这个小伙也是非常走运的 在上山的过程中 他就发现了一颗巨型灵芝 高兴的急忙采摘 可是当他一触碰到灵芝的时候 转身就跑 连工具都给落下了 原来是在灵芝的背后 他还发现了一些生物 这些生物就是这里独有的地风 这些地风攻击力非常的强 定中人就会不放掉 跟很多人都望而生畏 因此当男子看到地风后 才会果断的拔腿就跑 要知道这灵芝即使在之前也不如生命来的实惠 因此有不少网友讲到 这个小伙的做法可谓是非常的明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们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